影帝一招穿越 居然要攻略十个反派大佬 今天是于堂成为娱乐圈最年轻影帝的日子 原本他该荣耀满载 高高兴兴地陪母亲过生日 可生活却对他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一个急驰而来的车辆从侧面冲撞过来 毫无预警的悲剧让他们的车瞬间翻倒 于堂拼尽全力从撕裂的车体中爬出 但生命的火焰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消失 他不愿意就这样逝去 他还有太多未了知识 他还没给父母最好的孝心 他不想如此随风而始 于是他顽强的生存意识在这生死一刻 被一个叫做反派白月光系统的神秘力量捕捉 与他的灵魂紧密相连 当他恍惚中再次打开眼 还未来得及深究这突如其来的情况 脑内便传来了一个温和而冷静的声音 宿主 欢迎您 我是反派白月光系统 由于检测到您强烈的求生意识 所以自动与您绑定 只要完成系统任务 积攒足够积分 就能回到原本的世界 这对于检测来说求之不得 在震惊后决定接受这一挑战 他尽量平静地询问 你说吧 我的任务是什么 宿主的任务是成为各个小说世界的反派角色的白月光 通过获得反派的深深好感后牺牲 促使反派走向深渊 让小说的剧情更加圆满 他们现在所处的世界 是一本现代纯爱小说 其中的反派是也成的统治者魏莫生 他因与主角功强主角兽 最后被主角押入大牢 从此一蹶不振郁郁而终 现在他们正处于魏莫生青涩的少年时期 他是魏家私生子 二十年间 他与并落的母亲相依为命 勉强度过每个风风雨雨的日夜 而他的继父是一个赌博成性 恶贯满盈的人 动不动就打他母亲 九岁那年 为了扛起家庭的重担 他舍弃了学业 投身于地下拳坛 靠打拳赚取生活费 而宿主你现在的身份不只是地下拳坛的老拳手 更是带他走出困境的白月光 然而这并不是一条平坛的路 为了帮他摆脱拳坛的束缚 你和老板签订了生死拳赛合同 以身受重伤 在拳台上倒下 至此 反派黑化任务完成 眼下台上那个身受重伤 濒临死亡的少年 就是你要攻略的目标 于堂看见台上的惨状 急速冲入拳台 挥手命令他们停手 小胖也是一名赛场的汉将 一瞥见于堂后 连忙停止了即将落下的重拳 而为陌生瞥见小胖的犹豫片刻 抓住这个机会凭借着毫无技巧的蛮力 将小胖瞬间击倒在地 于堂眼见之后 迅速冲上前拦住了魏莫生 即将挥出去的拳头 严肃宣布 够了 比赛结束 放手 但魏莫生却不想停 他只有赢得这场手战 才能正式踏入这个拳台 于是于堂拿出了他的前辈身份 语气坚定地说 我有话语权 这场比赛 你已经赢了 放开你的拳头 魏莫生被说动了 摇摇欲坠地站了起来 结果却陷入昏迷 身体如无根地 芦苇般向后倒去 于堂反应极快 一把接住了他 小心翼翼地 将他护送到了休息室 看着这个年纪 轻轻就经历了 如此多苦难的少年 于堂的心中充满了疼惜 然而 魏莫生醒过来的那一刻 却瞪大了眼睛 迅速从床上跳起 急忙准备离开 于堂眼见他一脸苍白 担心他身体 忍不住问道 你怎么了 魏莫生不顾身体上传来的剧痛 皱眉道 我要回家 我妈还在家等我 文言于堂瞬间明白 他的妈妈需要他照顾 于是轻声说道 跟我走 戴上头盔 我送你回去 魏莫生却有些犹豫 不想乘他的车 但于堂直接反驳 别跟我降了 现在已经没有公交了 打车起不驾你付得起吗 一番实际的分析下 魏莫生无言以对 只好就这样上了贼车 并向于堂道谢 于堂见他刻意与自己保持距离 于是出声道 坐那么远干嘛 我马上就要加速了 你得抓紧我 魏莫生一下子面红耳赤 不过还是抱住了他 此时系统的提示音忽然响起 好感度增加物 这令于堂有些不知所措 没想到这小反派好感度还挺好刷 把人送到家后 于堂拉住了要走的魏莫生 递给他一张参赛证 这是你的参赛证 有了他你就可以参加比赛拿奖金 但我必须警告你 医生说你的身体严重营养不良 你的拳头没有技巧 全凭蛮力 这样下去 迟早你会被打死的 魏莫生立刻甩开他伸过来的手 皱眉道 我不需要你来管 这是我的事 于堂忍不住感慨 这小子的脾气确实大了点 然后于堂不顾他的阻止 硬塞给他一张纸条 语气坚定地说 你的伤好了之后来找我 我教你打拳 魏莫生心中一阵酸楚 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这么帮他 看到他出神 于堂轻轻笑了笑 看什么看 放心吧 不收你钱 我先走了 而此事系统不理解了 询问于堂为什么不仅随魏莫生 如果遇上了魏莫生的继父家暴 他还可以出手帮忙 进一步赢得好感度 然而于堂的回答却充满了深度 你不理解 他的警戒心很重 多疑而敏感 如果我过于插手他的事 可能只会适得其反 毫无疑问 于堂不愧是影帝 这波分析绝对满分 而魏莫生也正如于堂所分析的那样 始终对于堂保持警惕 认为他的好意背后一定隐藏着其他目的 就这样魏莫生心事重重回到家里 却发现继父正在打他的妈妈 他立马将他母亲护在身下 并冲得他的继父威胁道 你再敢打我妈一下 我一定要了你的命 继父看到他的反抗 便开始咒骂 魏莫生此时心中的怒火逐渐生疼 就想遵从心底的声音和继父大干一场 他的妈妈却急忙拉住他 阿生 妈妈求你别冲动 魏莫生瞬间愣住 看着妈妈的眼泪 最终选择了忍受 但这换来的却是他继父的变本加厉 几日后 魏莫生带着遍体鳞伤的身体走入于堂的家 于堂瞥了他一眼 惊讶地问道 你的脸怎么成这样了 怎么养着养着 反而严重了 魏莫生沉默了一会 不想多说 只是让于堂教他打拳 并答应于堂等他学成后 会给他现在所欠的报酬 于堂无奈表示 你就这么着急跟我撇清关系吗 其实这只不过是魏莫生不想欠他太多 于堂一边敷衍地说着一边转过身去 行 等你学成后再说吧 此时忽然听到魏莫生在背后滴滴的闷哼一声 于堂立刻转过身 一番摸索下 只见魏莫生胸口至背部布满了淤血 他的举动令魏莫生有些不好意思 低声道 我是来练拳的 不是来让你摸骨的 你不愿意教我就算了 于堂轻叹一口气 眼前这个脾气火爆的魏莫生显然十分顽固 于是只好耐心劝导他 任何优秀的选手的背后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没有健康的身体赢得全赛的几率微乎其微 小朋友 你需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 别叫我小朋友 我已经19岁了 我叫魏莫生 于堂被他的回应逗得笑了出来 那我以后就叫你阿生 我叫于堂 你可以跟其他人一样 叫我堂哥 正好我还没吃早饭 你先看会儿电视 等我一会儿一起吃饭 否则就别想再打拳了 魏莫生只好乖乖地坐了下来 此时在魏莫生眼中 于堂与那些嘲笑他的人截然不同 他一直在帮助他 这让魏莫生心里对他产生了深深的好感 突然忙碌于厨房的于堂 接到了一个意外的通知 魏莫生对他的好感度提升了 尽管这次提升的原因他并不明白 但他认为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在一起吃饭时 为了保证魏莫生的身体健康 于堂建议他以后的三餐都跟他一起吃 一周后开始体能训练 魏莫生坚决地表示会给他饭钱 于堂原本并不想要 但是看着魏莫生那副坚决的样子 他突然想起了自己曾经也一样渴望保护自尊 他说 好的 我会记在账上的 等你拿到奖金后再还我就好 有了前车之鉴 于堂为了给魏莫生换一双好的运动鞋 于是骗他说上次首战的奖励就是这双鞋子 让他以后就穿这双新鞋来锻炼身体 于堂这样的举动让系统有些疑惑 可这样不就长不了好感度了吗 然而于堂看得更长远 有的时候啊 无心插柳柳成衣 就这样半个月过去了 魏莫生的体能有了明显的提升 他和于堂也变得更加亲近 一天训练结束后 他的小腿突然抽筋 身体一晃就要倒下 于堂急忙伸手扶住他 魏莫生的脸突然贴在了于堂的胸口 他的心跳加速 于堂身上的香味让他沉醉其中 而后于堂的声音将他拉回现实 别动 我帮你按摩一下 这下魏莫生心脏碰碰跳 脑海中充满了于堂的声音 但至于于堂在说些什么 他是一句都没听清 而后魏莫生回过神来 心虚地将身体转了过去 于堂正纳闷这家伙什么情况的时候 就听系统提示魏莫生的好感度增加了20 当前好感度为50 兄弟之间的感情开始发生变化 于堂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钢铁之男 不太明白这个变质是什么意思 系统解释说 当好感度超过50 他会有想亲吻你的冲动 好感度越高 他会越想靠近你 当好感度达到100 他甚至愿意为你付出生命 于堂明白了这个意思 但他却不明白 为什么魏莫生的好感度会突然暴涨 然而系统也没有给他答案 突然于堂裤兜里的手机传来震动 看到来电显示人后 不自离开去接听电话 魏莫生如同解围的囚徒般不禁松了口气 但于堂刚刚碰过的地方 仿佛像炽热的烙印 令魏莫生感觉他的温度还在 就在他沉溺在自己混乱的心情中 下一秒就被于堂的呼喊声打断 我兄弟胳膊受伤了 需要我带打 你想看我打拳吗 给你做个示范 你顺便跟着学点东西 而于堂不知道的是 在他眼中最平常的举动 却令魏莫生有些不好意思 好在于堂是个钢铁大直男 面对魏莫生的行为反常 他却误以为是尿急 很快两人就到了拳台 魏莫生看着即将出战的于堂 他的心里充满了担忧 然而于堂却回忆镇定的微笑 宽慰他 比赛总是充满了变数 但只要尽全力 总有回报 这让魏莫生心中的焦虑消散 他只是静静地看着于堂的背影走上拳台 只见于堂的肌肉在灯光下 如同雕刻般立体 随后在于堂的呼唤声中 魏莫生害羞地向于堂走去 没想到于堂直接和他额头抵着额头 如同电流一般的接触 让魏莫生的脸色一片通红 接着于堂就告诉他充电完毕 而他的举动令魏莫生再次心动 接着于堂便收到了 魏莫生好感度增加通知 这让他有些愣住 不过眼下他没时间去深究 接下来的比赛需要他全身贯注 而后就见于堂紧紧用了两拳 对手就被于堂打败全场 顿时沸腾起来 魏莫生看得如醉如痴 心中对于堂的敬佩如潮水般涌来 比赛结束后 于堂一头扑向魏莫生 开心地问道 看清楚我怎么出拳了吗 魏莫生点头又摇头 逗得于堂下意识笑了笑 没关系 以后我再慢慢教你 走吧 今天我请客 把小配啤酒 魏莫生闻言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片刻后仿佛下定决心一般对着于堂道 堂哥 谢谢你教我打拳 我要变得和你一样强 不 我要超过你 这样 我才有资格站在你身边 听到这话 于堂只是笑了笑 他拍拍魏莫生的肩膀 那你加油 如果你真的超过我 我会答应你一个请求 听到这个 魏莫生心中一阵欢喜 他决定要努力 他决定要让这个约定成为现实 直男川敬丹美小说却被反派盯上 只因他不仅对反派公主抱 还对他各种丑 渐渐地反派看他的眼神开始不对劲 此时于堂刚打完比赛准备和魏莫生去吃饭 于堂却被公司的老板苏宇叫到了办公室 苏宇是这个城市最大的拳击俱乐部老板 他丢在桌子上的资料全是全场的大客户名单 你看看喜欢哪个 多跟人联系联系 于堂瞬间就明白了 这是要让他出去做外援 然后眼神瞬间变得坚定 断然拒绝 坚称自己没有这样的打算 只是想好好打拳 苏宇深深地吸了一口烟 阴瑟瑟地逼试着于堂 提起了他和新人魏莫生的关系 他用言语威胁 提醒于堂 他的合同还有一年就到期 而魏莫生的合同却是长达十年 他走得了 可魏莫生却走不了 更何况魏莫生那张吸引人的脸 在这个圈子里是相当受欢迎的 如果于堂不从 魏莫生可能会成为他的替代品 愤怒的于堂一把抓住苏宇的衣领 他瞪着眼睛大喊 你这个禽兽 苏宇不为所动 冷笑着回应 我就是禽兽 你就是好人 既然你这么善良 那你就坚持到底吧 如果你不想让我碰魏莫生 你就乖乖的去陪那些富豪们吃喝吧 只要你手段得当 也不一定非得付出什么代价 无奈之下 于堂被迫接受了他的命令 离开拳击馆后 他的心里充满了郁闷 这时系统突然出现 询问他是否要告诉魏莫生这个事情 于堂坚定的说 最好不让他接触这个世界的误会 而系统却感到困惑 可他是反派啊 我们的任务就是让他黑化 这句话让于堂愣住 他突然发现自己竟然已经把这个反派 当做了一个需要保护的孩子 另一边魏莫生回到家后 才发现迎接他的又是一个新的困境 他赌博痴迷的父亲 欠下25万的巨款后人间蒸发了 所有的债务责任都落在了他的肩上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 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寻求于堂的帮助 然而就在拨通电话的那一刻 魏莫生却突然失语了 他只是问了明天训练的时间 并没有将真实的困境告诉于堂 于堂已经帮助他太多 不想再给他添麻烦 然而聪明敏感的于堂 感觉到了魏莫生的异常 于是他利用系统查看了魏莫生的情况 发现了他欠了高利贷 房子也被挂出来卖了 于堂心疼不已 于是他决定通过系统购买了 魏莫生家的房子 并支付了所有的债务 他要求房产中介不要透露自己的信息 并且告诉他们 这个房子暂时由魏莫生家人继续居住 当魏莫生接到中介的电话 他深感震惊和感激 他感谢那个神秘的买家 并深深地体会到了于堂以前说的话 前方总会有光明 他在床上兴奋地打滚 仿佛生活又回到了美好的轨道 男人仅仅是想安慰一下 那个酷成泪人的丰批弟弟 却不曾想赔上了自己的清白 在那之后 魏莫生成功偿还了债务 跟着于堂开始学习拳击 一个月的艰苦魔力 终于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场全赛 于堂在比赛前反复强调 地下全赛没有固定的规则 只有丛林法则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魏莫生深深地点了点头 接着脸上浮现出一抹羞涩的红韵 堂哥 如果我赢了 今晚的夜宵 我请客 吃麻辣小龙虾配啤酒怎么样 于堂摁住了 他意识到这小子正在模仿他以前的说话方式 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 这个小手才奴 居然不再吝啬了 是想开始回馈师父了吗 魏莫生抿着唇 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就在此时 有人传来消息 比赛就要开始了 让魏莫生赶紧上场 于堂随手拉过魏莫生的手 我在这儿等你 等着今晚的小龙虾 魏莫生轻轻地紧握住他的手 声音微微的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比赛开始 魏莫生走上比赛场地的那一刻 他的眼神突然变得如冰山一般冷酷 全身散发出一种森冷的气质 于堂在心中赞叹 真是个帅气的小子 果然是我培养出来的 第一个回合 魏莫生始终保持在防守状态 没有进行反击 观众席上的不满声音如同蚁兽般嘶吼 他真是个懦夫 不敢反击吧 于堂在一旁给他打气 别理会他们 按照你的方式来打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魏莫生必败无疑时 他突然找准了机会 只用一拳就将对手打倒在地 对手晕倒过去 全场陷入一片寂静 于堂也愣住了 这小子 你一直在藏着掖着 没想到你这么厉害 居然给全场制造了一个惊喜 于堂的话还没说完 魏莫生的视线就已经落在他的嘴唇上 他心中闪过一个念头 这么性感的嘴唇 如果亲上去会是什么感觉呢 这是于堂的脑海中突然响起系统的提示声 魏莫生的好感度增加了10点 当前好感度为65% 紧接着系统开始尖叫 宿主他刚才肯定是想要亲你 听到系统的话 于堂险些被自己的口水呛倒 他话语戛然而止 瞪向魏莫生 却发现魏莫生已经收回了在他脸上徘徊的目光 正在一边穿着外套 一边轻哼 我当然不会让你丢脸的 于堂愤愤地对着系统说道 你的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 我完全看不出他想亲我 你哪只眼看出来的 系统委屈的回应 可是资料上写的明明是好感度超过60% 那就是反派想和你亲亲的信号啊 于堂坚决地回应 那肯定是资料出了问题 说完便带着魏莫生一起骑上摩托车 前往夜市庆祝胜利 路上魏莫生轻轻地坐在摩托车后座 双手环绕在于堂强壮的腰间 靠得紧紧的 仿佛他们是一体的 感受到后背传来的触感 于堂的身体稍微僵硬了一下 他不禁觉得这个贴身的动作过于亲密 好像从半个月前开始 魏莫生一坐他的摩托 就下意识搂住他的腰 于堂打破沉默 关切地问 怎么了 是累了吗 魏莫生轻轻点了点头 他想要靠着于堂休息一下 听到这样的请求 于堂只能任由他这样做 随即魏莫生唇角微微上扬 偷偷露出一个小笑容 但他的心头突然涌现出一种复杂的情绪 笑容也不自觉地收敛 他并不清楚自己对于堂的感情到底算什么 只是感觉自己无时无刻不想亲近他 想拥抱他 甚至有冲动想要亲他 然而 他深知于堂式的男人 自己也是男人 男人和男人又怎么可能在一起呢 一群人来到大排档 大家欢声笑语 对过去欺负魏莫生的事情表示歉意 魏莫生望着他们 心中有很多胆触 他站起身 看向众人 各位哥哥们 我并没有对你们怀恨在心 然后他转过头 以无比诚挚的眼神看向于堂 如果没有堂哥的帮助 我也不可能成为现在的我 堂哥我敬你一杯 说完他就将手中的啤酒痛饮而尽 就在此时 魏莫生的大学老师陈玉恰好路过 他看到这一幕 上前想要阻止魏莫生 但魏莫生头低着 双手紧握着酒瓶 低沉地说 陈老师 这是您就别管了 陈玉的眼圈红了 我是你的老师 我怎么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学生走错路呢 他再次伸手想去拉魏莫生 这时于堂走了过来 轻声说道 老师 我是他的哥哥 您和我说吧 只好点头与他走到一旁 两人长谈了十分钟 然后于堂才重新回到酒桌前 示意其他人先行离去 然后轻轻拽起魏莫生 魏莫生默默跟随在于堂的身后一声不吭 此时于堂开口道 被迫辍学的痛苦一定让你很苦恼吧 我听陈老师说 你的成绩很优异 你甚至被录取到了最好的医科大学 然而因为家庭的困境 你只能选择离开学校 投身于劳累的工作 日复一日 只有疲惫和痛苦 魏莫生的声音沙哑却坚定 我并不后悔照顾妈妈 如果没有他的话 不论我学的再多 挣的再多 都是无意义的 于堂能深深理解他现在的心情 他走到魏莫生面前 温柔地把他整个人抱进了怀里 他低声安慰 臭小子 你不需要忍住 想哭就哭出来 我不会笑话你的 温暖的怀抱 令魏莫生内心多年来的苦痛 慢慢渗透而出 他情绪崩溃 哽咽着说 我不哭 我不想哭 我不委屈 然而他的手掌 却已紧紧抓着于堂的衣巾 他痛苦地大声喊道 我想上学 堂哥 我真的很想上学 真的非常想 于堂心疼地拥抱着魏莫生 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 如果你想读书 那就去读吧 你不是一个人 还有我在背后支持你 魏莫生过了很久 才逐渐平息情绪 他想到刚才情绪的崩溃 耳朵一瞬间红得像火炭 他忙向于堂道歉 堂哥对不起 你就当我刚才说的都是酒后乱语吧 我现在没有时间去上学 家里离不开我 话音刚落 于堂就敲打了一下他的头 魏莫生捂住额头 满脸困惑地看着于堂 于堂轻声道 陈老师并未同意你的退学申请 所以你还有机会继续学业 另外 我已经跟他商量过了 他会免去你的晚自习 这样你就有时间参加夜长的比赛 奖金很可观的 至于你妈妈的照顾 你不用担心 我会经常过来看他的 魏莫生呀声问 我真的可以吗 于堂看出他的疑惑 直接打断他 只要你想 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然后他大手在魏莫生的头发上揉了揉 臭小子 上去吧 去告诉伯母这个好消息 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看着少年的背影渐行渐远 于堂的嘴角上扬 心中满是欣慰 此时系统突然出声 宿主 你好厉害啊 不知不觉间 三大主线任务都完成了两个 帮助反派学会拳击 和鼓励他回归学习 你都做到了 现在就差跟苏宇签订合同 被打死在擂台上了 于堂突然醒悟 他甚至都忘了任务的存在 哥哥被富豪拉去陪酒 亲密的动作刺激到了弟弟 弟弟无法控制自己 冲上前去 将哥哥扯进怀里 仿佛在警告所有人 他的哥哥 只能属于他一个人 此时魏莫生正在地下全场辛苦训练 突然听到周围的人议论起了他的哥哥于堂 听说堂哥抱上了魏琛大腿 老板把堂哥的合同卖给了魏琛 魏琛又是那种圈子的人 他那么殷勤的找堂哥 肯定是想追求他 魏莫生听到这些 心头狂跳 瞬间被毁一样的怒意充满 他一拳砸在冷硬的墙壁上 声音低沉冰冷 你们知道现在堂哥在哪吗 此时在另一处华丽的会所当中 魏琛示意于堂坐在他身边 于堂刚刚坐下 魏琛就指了纸桌上的酒 于堂皱起眉头 他知道这酒肯定不是平常的酒 或许被加东西了 接着推辞说 魏总我骑摩托来的 不能喝酒 魏琛微笑着回答 没事 喝醉了我让司机送你回家 于堂索性直言无隐 送我回谁的家 别到时候我一睁眼 已经躺在魏总家的床上了吧 魏琛眼中笑意更浓 你倒是什么都敢说 随即魏琛开了另一瓶酒 淡淡地说 不喝加了东西的 那就喝这个 喝光了 我们再聊 于堂瞥了一眼新酒 再次拒绝 魏琛此时轻叹一口气 表情突然落寞 我最近一直很难过 但我身为魏家继承人 不能表现出来 我只想让你陪我喝一杯酒 你就这么不给我面子吗 于堂只能接过酒杯 再拒绝实在不合适 尽管心里满是不屑和反感 但他还是向魏琛表达了自己的关心 魏总 您是不是遇到了什么烦心事 魏琛的脸色 突然变得如同乌云般阴森 昨天我才得知 原来我那个老父亲 竟然还有个私生子流落在外面 而且 他竟然把那枚最重要的玉戒 只藏到了那个女人手里 所以我必须得比老爷子 更早一步找到那个小子 然后拿回戒指 一并解决他 于堂心头一惊 心想 魏琛果然是个危险人物 绝不能让他找到魏莫琛 随后两人并肩走出会所 魏琛突然一步踏空 身体倾斜 直接向于堂身上倒去 这一幕恰好被正好赶来的魏莫琛看见 他目光冰冷 忍不住冲上前去 一把扭住于堂的手腕 将他从魏琛的怀里扯开 你怎么在这里 于堂一愣 惊讶地问 魏莫琛没回答 心中却波涛汹涌 他开始怀疑 是不是于堂其实是喜欢男人的 只是因为他对我没有感觉 才把我当做弟弟 魏琛身体一震 仿佛瞬间醒酒 你就是魏莫生 魏莫生冷着脸回答 堂哥喝醉了 我来接他回家 就不麻烦魏总了 魏琛扬起一抹微笑 怎么会是麻烦呢 我一直在追求堂哥 能送他回家是我的荣幸 这话让于堂头皮发麻 他必须小心翼翼 不能说太多 以防魏琛察觉到魏莫生的真实身份 魏莫生的脸色阴沉如水 于堂觉得局势越来越危险 于是推着魏莫生迅速跟魏琛告别 慌忙叫了一辆出租车 当他们的身影消失在街头时 魏琛拿出手机 淡淡地吩咐 帮我查查这个魏莫生的底性 占有欲极强的弟弟 竟然趁哥哥醉酒的时候 偷吻了他 只因他无法承受 哥哥被其他人占有的心痛 他想要将于堂锁在自己的世界里 让他成为自己的专属 当听到有人对哥哥展开追求时 弟弟迅速赶到现场 却不料目击了他们的亲力举止 弟弟心中醋海翻腾 连忙将微醺的哥哥揽入自己的怀中 两人坐上车后 车内静得只能听见呼吸声 而魏莫生却心如乱麻 想到那个追求堂哥的人全是滔天 而他只是底层摸爬滚打的小人物 心中的不甘如刀割 魏莫生坐进于堂 让他靠在自己的肩上 眼神里充满了苦涩 他知道于堂选择自己的几率几乎为零 下了车后 他将于堂背上楼 放在卧室的床上 他盯着那张因酒精而泛红的脸 他实在不甘心 于是伸出手轻轻抚过于堂沉睡的脸 喃喃道 堂哥 你就像是照进我生命中的一道光 而我想要保留这束光 只为我一人照亮 说完魏莫生轻轻掩住于堂的眼睛 低头在他的唇上印上了一吻 他心中长久压抑的感情如同燎原的野火 一旦燃烧 便无法控制 堂哥 对不起 我就是这样一个阴暗龌龊的人 我已经得到了你的恩情 却还想占有你的全部 魏莫生的话充满了深深的无奈和忏悔 他承诺自己要变得更优秀 甚至超越未尘 第二天清晨 于堂迷迷糊糊的醒来 感觉嘴唇上似乎有什么不对劲 他伸手摸了摸 竟然有些肿痛 他拿起手机 屏幕上显示着魏莫生留下的短信 昨晚我给你熬了醒酒汤放在桌上 记得喝 别再喝那么多酒了 对身体不好 看到这条信息 于堂不禁感叹 这小子真是周到体贴 他走到洗手间 看到镜子里未肿的嘴唇 一时迷茫 难道自己是上火了 正在这时 系统的声音突然响起 你这是被人亲了 所以才肿了 于堂愣住 被人亲了 别告诉我是魏莫生 系统无奈地回答 亲爱的宿主 除了魏莫生 你还觉得有谁会亲你呢 听到这话 于堂脑袋一片空白 他愤怒地骂了一句 这小子 竟然偷袭我 不讲武德 系统连忙抚慰他 他其实已经忍了很久了 对你的好感度已经达到了80% 如果不是他知道克制 你今天的情况会更糟 于堂无言以对 你能不能别满脑子 都是这种猥琐的想法 系统委屈的回答 好感度就是这样显示的 反派的战友欲都近乎偏执疯狂 昨天因为未撑的刺激 他忍不住对你下手了 系统语气带着些无奈 所以宿主 如果他向你表白 你怎么办 如果拒绝他 之前的一切努力可能都会白费 这个问题让于堂陷入了困境 他当初只是为了刷好感 但没想到会引发 如此复杂的情感纠葛 让他陷入了两难之境 哥哥太抢手反派弟弟却不爽了 竟然当众向哥哥表明自己的心意 长相俊秀的于堂被女孩要威信 他有些为难 刚想拒绝 却发现魏莫生站在他身后沉声道 抱歉 他已经有对象了 女孩惊慌失措 连忙道歉后就跑开了 于堂虽然感谢魏莫生的解围 但还是忍不住说他 你也太凶了 下次记得换个借口 我什么时候多出个对象 你的对象就是我 魏莫生的脸瞬间长得通红 如果我说我喜欢你 你会答应和我交往吗 于堂愣住 阿生 你再跟我开玩笑吧 咱俩都是男人 在一起不合适啊 魏莫生表情认真 我没有开玩笑 堂哥 我喜欢你 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 他拉过于堂的水 祈求 不要选择卫春玄我好不好 面对魏莫生的告白 于堂陷入了两难的境界 好在魏莫生的手机铃突然响起 魏莫生接到电话后表情彻底变了 他浑身颤抖的厉害 堂哥 我妈被我爸统一道 他回来向我妈要钱 我妈不给酒 于堂带着魏莫生快马加鞭赶到医院 医生告诉魏莫生 病人有胃癌 这次又被刺伤 即便手术成功 恐怕撑不过两个月了 魏莫生听到这个消息后如坠冰叫 他不受控制地扑过去抓住医生的肩膀 我妈怎么可能给胃癌 医生 你是不是诊断错了 于堂赶忙掰开魏莫生的手 跟医生道完歉 拉着慌乱的男生往外走 魏莫生眼神都是空洞的 于堂攥着他蜷缩起来的手指 心疼得厉害 阿生 你要振作起来 魏莫生突然惊醒 你早就知道了对不对 于堂一时雨色 魏莫生歇斯底里的嘶吼 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们两个为什么要和其火来骗我 他双手捂住人 声音哽咽 我妈生命都在倒计时了 而我还在 还在为于堂会不会喜欢自己而苦吗 还在为魏琛和于堂的接触而极度愤明 为什么呀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魏莫生蜷缩在角落里 抱着自己伤痕累累的身体无意 堂哥 你不是说生活总会变好的吗 那为什么还要抢走妈妈 我到底犯了什么错 于堂锦银嘴唇 泪水不知不觉流了满脸 他蹲下身 把魏莫生抱进怀里 让他最脆弱的时候能有个依靠